民進黨已經不是部分國民黨制度還在想說 欸就台獨啊 可是問題是台獨 你不要想成是台灣共和國 它其實基本上是華獨 就是維持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的這個事情 就已經被中國大陸不允許了 所以在這樣子的強迫選擇法以後 統跟獨就變成是單選題了 就賴清德是獨嘛對不對 那國民黨是統嘛 那統跟獨 那未來在選舉2026特別是2028啦 選總統的時候又到了國族認同問題的時候 就變成是投給賴清德 還有民進黨 他因為競選連任 就是獨 投給賴清德以外的這一組就是投 特別是柯文哲也要小心 因為現在民眾黨在立法院跟國民黨合在一起 變成是8票跟著走了 那 白變成小藍 然後 藍白變成小紅 你們就變成是跟中國大陸要未來統一的一組了 那民進黨是不同意的那一組 觀眾朋友這個是這樣 因為強迫做選擇是存在風險的 可是風險越高獲利越大 愛清德總統做的事情 確實帶來兩岸關係更嚴峻 甚至有可能會打仗 我不敢講了 可是在這樣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你也很意外的發現 美國的國務院居然還發了公開的祝賀聲明說 祝台灣總統就職的典禮祝賀 然後還講是第五位的民選總統 所以1996年之前他也不算了 那當美國也站在賴清德這邊的時候 民眾就會想 如果我親美 那我好像也被迫要投給民進黨 所以這就是統獨的單選題 這一期不是要去美化賴清德 或是說他是英明神武 不是 而是說當他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要看得懂 他是一個風險極高 但獲利可能極大的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選總統他只有40% 顯然他是不滿意的 但下次在選總統的時候 變成是統獨之爭的時候 而且對不起 那個獨不是台獨 而是中華民國獨的時候 更多的中華民國派的選民 投給了賴清德的時候 他的選票就有可能過半了 再加上這一次沒有投給賴清德的 我自己個人看得到我講過了嗎 200萬的投給民進黨的 蔡英文的那些選民 就說投給民進黨蔡英文 2016 2020的時候 200萬人位移跑去投給柯文哲了 這200萬要洗多少回來 用透過這樣的方式 洗100萬回來 洗150萬回來 那賴清德就有可能過半了 所以這叫統獨單選題 風險極高 但獲利可能極大 關鍵在於對岸會怎麼樣 如果啦 如果對岸未來四年 也就是繼續的表示不認同 然後譴責 可是也就這樣過了四年以後 那就會證明 即使你講 我們是中華民國 對岸是中華民國 互不隸屬 也不會毀天滅地 即使八年前 蔡英文總統上來的時候 不管國民黨 馬前總統也好 或者是大陸就想說 誒 這是魏達的事件啊 九日共識不承認 那就地動山搖了 就八年以後呢 一個不承認九日共識的 蔡英文前總統 就過了這八年以後 民進黨還繼續執政了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就是一個講兩國論的賴清德 給他打仗了 然後講了四年以後 發現也沒打仗 美國還特別挺民進黨的時候 那四年以後再選四總統的時候 反而今天的這個統獨單選題 強迫民眾做選擇的切割 會對四年後 麥清德選總統更有利 回 trav太陽 去了 一年以後 我們可以接觸心 避充 來 那一本 剛才 完全 也 我